中国的面食千变万化 从面条馒头到饺子馄饨 从蒸煮到煎炸 制作工艺的不同乃至形态的不同 造就了各地丰富的面食 凝结着中国人在吃方面的想象力 在周古这里 萝卜是它团圆饼里的灵魂 萝卜心而不伤 可以下大气吃消克 古时还是长寿养生的秘诀之一 用清白普通的萝卜丝作为馅的一部分 是西施团圆饼的独特之处 怪不得西施团圆饼起源地 五谢十四都村 都把它叫做萝卜丝饼或葱油饼 周古一早就开始盲开了 几十年的习惯 眼里手里看到的都是活 它拿起萝卜开始刨丝 用的是周济乡村最常见的萝卜丝刨 不同的是 周古刨的萝卜丝特别细长 这是西施团圆饼对萝卜丝的要求 要让寻常的食物变得可口 这其中一定有诀窍 比如如何去掉萝卜特有的腥味 周家的方法使盐 由于萝卜细胞液的浓度 小于盐水溶液的浓度 会让萝卜湿水变软 用盐腌子萝卜丝是一句多得的事情 有了这一步 不但去掉了萝卜的腥味 还带出了它的甜味 又同时保证了馅料一定程度的干燥 西施团圆饼好吃 关键在于馅料的鲜香 但萝卜本身没有鲜味 还得依靠其他食材 其中一个秘诀是带渣的猪油 我们知道 动物油与一般植物油相比 动物油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香味 当猪油与萝卜相逢时 可以获得用其他调料难以达到的美味 猪油原料的选择有讲究 熬制的过程 火候的把握 都是多年经验的积累 有了猪油 西施团圆饼 还需要胡椒和小葱来提香 作为一道文明侠耳的小吃 它的每个成分都不可能是随意的 美味的背后 往往是匠心的体现 比如胡椒粉 当然不能用市面上那些普遍有的胡椒粉 为了保留胡椒的香味 必须拿胡椒粒自己磨制 磨的过程又涉及力度和速度的把握 太猛太热 都会让胡椒粉特有的香气挥发掉 当然 胡椒粉最终呈现的粗细也是味道的关键 就算是绿葱 周家也有自己的选择 西施团圆饼用的是那种小小的香葱 别小看的这根葱 没有它 饼就缺少了味道 少一点不行 多一点也不行 大一点不行 小一点也不行 小葱 小葱 虽然个子小 但因种植采用土肥 所以它保留了本地才有的特殊香味 西施团圆饼所用材料十分寻常 猪肉 萝卜 葱 除了几种食材 金风玉露似的碰撞 更有选材人那一份独有的操手 才能有现在这样的味道 鲜 香 但不腻 猪肉 必须是家养猪肉 选的是前家心 百分之六十五的瘦肉 和百分之三十五的肥肉 是团圆饼馅料所需最好的配比 咬一口有肉的鲜味 有肉的油润 但它却又不腻 和面擀皮是另一道重要工序 面的筋道 皮的厚薄 直接影响饼的外观和口感 将面皮包入两层萝卜丝中间 加一层肉馅 这是最古老的做法 一方面 让你在品尝的时候 尝到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味道 一会有淡淡萝卜丝的甜味 一会是肉的鲜味 另一方面 这也体现了主人代客的成心 皮薄 现大 用料足 制作完成上锅 蒸十分钟 然后将蒸好的饼煎至两面金黄 有了最后一道工序 西施团圆饼 才能先闻到焦香 再吃到萝卜和猪油混合的油香 品到胡椒的心香 最后口腔里 剩下一点葱香 久久不散 二十多年了 它的味道一直没变 这就是西施团圆饼 带给我们的享受 这就是美食给予人的慰藉